今日在北京 有网友在晚班地铁偶遇董璇与女儿小酒窝 乘坐地铁期间贴心照顾熟睡中的女儿 说法熟练的为女儿梳理头发 温柔的注视着女儿 表现出满满的木暗 而小酒窝则安静的睡着非常乖巧 据悉董璇当晚在宝顶餐饮舞台剧 大话西游之大胜取亲 演出结束后与女儿从火车站赶回家中 我们知道自从和高云祥婚姻出现问题后 董璇不仅为前夫奔波 还要一人照顾年幼的女儿 一个女人的力量虽然不大 但在孩子面前永远是温柔的避风港 她展现了为人母亲的坚强 让人非常感动 我们普通人往往只看到明星们光鲜亮丽的样子 对于他们光环背后付出的辛苦 浑然不知 希望像董璇这样的好妈妈好演员 能够在以后的演艺道路上越走越顺 也能够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成长 大家怎么看呢